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伙的另外二十余名成员正在携带冲锋枪急速赶往他们驻扎的这个酒店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位警官和他的助手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情况啊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 接下来呢他一方面安排其他的人押送这些已经抓获的犯罪分子先走 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些赶来的犯罪分子已经赶到了酒店的后门 并且跳下车往这个酒店扑过来 接下来我们这个警官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时候呢他带着他的助手 两个人神情自若的从酒店的四楼下到了大堂 在咖啡厅旁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瘾然自若的面对着仅有一路之隔的这些黑社会犯罪分子 这些犯罪分子被警察这种举动给惊呆了 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 这位面对危险迎上去的警官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辽宁省锦州市新任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他不仅是一位令罪犯文风丧胆的犯罪客星 同时呢还是一位非常儒雅的国家刑警学院的教授 现在呢王立军同志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用掌声来欢迎他的到来 当时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王局长我的心里确实也是捏了一把汗 我们知道就是当时这个情形下 对方已经扑过来了 而且呢是二十多个人还拿着这个冲锋枪这样的重型武器 而你们呢你和你住手只有两个人 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害怕是不是心里边早就已经有准备了 当时作为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们的十几位战友啊 押着二十几位犯罪嫌疑人 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应该说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我们从这个四楼的窗子往外看的时候 隔了一条马路 发现了呢 来的这二十几个犯罪嫌疑人呢 他们已经明昏好地拿着冲锋枪开始从车身下来了 那么如果我和我的住手在四楼的话 就只有坐以待遇 突然想起来我们应该走下去 我和我的住手下去的时候呢 一看呢 大堂里面啊 因为有他们的人呢 在接用 所以基本上啊 服务生都已经和保安都已经没有了 就那一下已经先到了 先到了 就他这个本身在这酒店里面就有经营的人 而且就是本酒店的工作人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那个玻璃外面啊 当时是圣诞之夜吧 这个外面很灯很亮的大街上 看着基本上一清二楚 那么这么情况下呢 我和我的住手走到一个咖啡桌的内线 我就喊我说来一杯咖啡 但是左右看的时候 服务生和服务员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个也正是他的那个内线 他就捏着鼻子 他又觉得害怕 给我们倒了两杯咖啡 您怎么知道他是内线呢 因为他拿着手机在一棵圣诞树的后面 和外边联系的时候 正好我听听他的打电话 我送我的助手说 我们两个会议的一下眼神 我跟他说 我说上面的二十多人怎么样准备的 他说没问题 我说楼的两侧要注意 让你冲上去 而学的话要基本上一个人对一个人 故意让他知道 好像很多人已经做好埋骨 对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见到那个人啊 他又走到了那个圣诞树的后面 他又往来打电话 说先不往里冲 里面有准备 这个声音您也听到了 我听得很清楚 大约也就是十一米吧 就隔着一个圣诞树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看到那个已经准的要从 这个马路对个儿 蹲下来的人 突然间有人又把他推回去了 但是我就用眼睛的这个余光啊 看了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都已经奏效 应该继续把这个 视野演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和我的助手 两个人对视一下以后 我说你马上挂一个电话 看那么多人 我们还有二十多人到了没有 距离还有多远 为什么这么慢 就是意思说 这个楼里边 除了现在不好的这个埋伏镇 我们另外还有增援的队伍 后来就问他们之间怎么对话 我不太清楚 就将他们很快的关上侧门啊 就全部这个提数 就全部开走了 到我们开始转移 大约是六七分钟 那么我和我的助手 从楼上下来 到大厅 大约三五分钟 到他们离开 十五分钟